买的那个小的一个太极的宫虫啊 因为我之前阿林他送那个福利 送木屑然后赠这个太极的幼虫 然后送了三只还是两只了 只活了一个母的 所以我收了一个宫虫 不是很大的一个小小个体吧 收了一个宫虫 来试试繁殖吧 不能不能白来啊 是不是白送啊 看一下啊 这么硬 好像是58吧 我记得是58 我看看 在这里边 太极工 哎呦好热呀 哎呦这是什么 四方的果冻塞了两个果冻啊 冰带来这儿呢 哎呀这没有效果 可能是太小了吧 摸着盒子都很热 不过现在的温度天经发过来了 应该不会差太多了 在这儿 呃呃马上出折说是 太极 我第一次玩虫就是玩的太极啊 买了一对太极 结果繁殖生了50多个蛋 嗯 结果全烂蛋了啊 气死我了 天 我不知道是出折还是没出折啊 太极就这个形容样 取黑 我很耐劲啊 找一个盒子啊 嗯嗯 这个 录像啊 一会儿我录一下那个挖这个巴拉旺的开箱啊 不是挖成什么啊 在这里了 一会儿更新 连着更新啊 这一只好黑啊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这个这个找挖机兜啊 这是找挖机兜 这个胃香蕉真臭啊 胃香蕉一天就酸了 得勤换 而且这个电材的话 我还是用的卫生纸 换起来不心疼 如果是用别的电材 很费劲吧 很费钱吧 应该 看他有什么区别 看了吗 找挖机兜 他会发红 非常的红 这一只还不是很明显 看到了吗 跟独角仙一样 独角仙发红 然后 太极 他明显就是发黑呀 去黑去黑 不知道具体的语化时间啊 不过先放着吧 这个太极的话 这种小个体 折扶时间不会很长 收起来了 再塞点卫生纸 很湿 烫个稍微湿一点吧 无所谓 给他喂一下 这有块香蕉 歪脚 这一只脚有点歪 不过繁殖的话 无所谓了 本身我就没想买太好了 公公 因为他的这个 我养出来的这个母虫 也不是很大吧 就是正常的一个个体 繁殖一下就散火了 给这个也喂一下 等一等 等一会儿来接 先把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先这样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繁殖这个太极啊 就是非常简单的 用那个纯木系压实就可以了 收起来啊 一会儿打个标签 这个出折 7月31号出折 出折快一个月了 等这个工虫出折几天 看他状态好 就马上得配了 不然这个母虫就老了 行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 大家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录这个东西 再见 看到应该太极了 好 我们不停的 讨厌 达 是 这一部分 我们不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